过去散导大师 散导大师是我们净土中第二代的祖师 也是我们阿弥陀佛再来的 散导大师过去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老人家讲 这个总在一元不同 散导大师为什么要讲这一句话呢 这个元是指什么 这个元就是说明这个环境 我们这个环境跟极乐世界的环境是不一样 在西方极乐世界 虽然你带着你的习气 你的烦恼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有烦恼 你的烦恼起不了作用 因为在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诸善善人机会一处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让我们生起烦恼 让我们起了贪恨 欲望 种种的这些的 没有这种的因缘 我们这个环境那就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这个环境容易造业 因为他有这个缘 所以一道元起了贪念 起了欲望 起了称慧的心 种种的烦恼 所以在这个环境 我们众生为什么容易造业的原因 就是在这个区别 所以尊敬的这些同修大德 你们想一想 你一天到晚24小时 从你的口业 从你的原意 从你的念头 从你的行为 你哪一件事不造业的 所以上导大师在这个地方 就是提醒我们 这个圆最主要是讲这个环境 说佛世界的环境 跟极乐世界的环境是不一样 区别太大了 然后第一个就是讲老师 你看我们要找一个老师 在我们旁边来指点我们 教导我们 帮助我们 很不容易 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 你每一天 你能够跟阿弥陀佛在一起 诸佛菩萨在一起 跟这些诸善知识在一起的 所以你进步很快 修行很快 成就很快 所以为什么呢 佛菩萨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 把这个身性分为七种 七大类的原因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